法子 原因 黄河滚滚 即使这儿只是上游,还没有具有一些千里的规模 但它那万马奔腾,啄浪排空的气概,完全足以使人胆惊心计 大水车在河边缓缓地转动着 从滔滔激流里吞下一木罐一木罐的黄水,轻住几木槽,流到渠道里去 这是兰州特有的大水车 也只有这种比二层楼房还高的大水车,才能同面前滚滚大河相衬 像突然感受到一股强词力似的 岸上人的眼光,被核心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什么? 正在汹涌的激流里,鼓浪前进 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 浮在水面上,好像只要一个小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吞食了 啊,请你再定睛瞧一瞧吧 那上面还有人呢 不止一个,还有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六个人 这六个人就如在湍急的黄河上贴着水面漂浮 这就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 羊皮筏子过去是听说过的 但是在亲眼看到它之前 想象里的形象总好像是风平浪静时的小挺 绝没有想到是乘风破浪的青旗 十只到十二只羊的体积吧 总共能有多大呢 上面却有五位乘客和一位少工 而且在五位乘客身边还堆着两只装的满满的麻袋 岸上看的人不免提心吊胆 疲乏上的乘客却从容的在谈笑 想岸上指点什么 那神情就如同坐在大城市的公共汽车里 浏览窗外的新建筑 而那位少工就比较沉着 他目不转睛的撑着薅 小心的注视着水势 大胆的破浪前行 据做过羊皮筏子的人说 第一次尝试 重要的就是小心和大胆 坐在吹满了气的羊皮上 紧贴着脚就是深不见底的黄水 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 是连眼睛也不敢睁一睁的 但是如果只凭冲劲 天不怕地不怕 就随便往羊皮筏成一蹲 那也会出大乱子 兰州的同志说 多做做羊皮筏子 可以锻炼意志 毅力和细心 可惜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这种锻炼的机会 已经不十分多了 眼前这只筏子 大约是燕滩宫舍的 你看它 马不停蹄 顺流直下 像一只剑似的直射向燕滩 然而羊皮筏上的少公 应该是更值得敬仰和赞颂的 他站在那小小的筏子上 身后是几个乘客的安全 面前是险恶的黄河风浪 手里呢 只有那么一根不粗不细的膏子 就凭他的勇敢和智慧 镇静和机智 就凭他的经验和判断 使得这小小的筏子 战胜了惊涛骇浪 化险为夷 在滚滚黄河上 如履平地 成为黄河的主人 你看 燕滩近了 近了 筏子在激流上奔跑得更加轻快 更加安详 请不吝点赞 银那种